嗨,又是我啦! 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件上衣呢,非常的熟悉呢? 对了,它就是我们的爆款上衣 然后这次呢,我们特别加了红色 那你们下单后呢,就可以全来过年穿了 你们可以看到呢,这个红色呢 它不是那一种太大红的红 这个红色呢,它带一点点亮度 可是呢,它又不会太鲜艳 我们穿的时候呢,它都非常显白 然后这个红色呢,是无论任何肤色呢 都是非常容易驾驭的 这次的补货呢,我们一共有三个颜色 就是这个新颜色,红色 然后呢,是很蓝色,还有这个浅黄色 这三个颜色呢,穿起来呢,都非常的显白 你们绝对可以爆色哦 然后呢,中间这个部分呢 它是一个丑绳设计来的 像我现在本身呢,我是穿稍微拉一点点的高度哦 你们可以看到呢,这件上衣呢 我们这边设计是微斜下去的 就是这里呢,你拉上来,它是显瘦的 可是呢,旁边呢,它这边是显下去的 你就不会担心说显胖的问题 或者是你的肉肉会被挤出来 这件上衣呢,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面料啦 它整件呢,都是皱皱的面料 所以你们是完全都不用去烫它的 一洗晾干就可以穿了 所以说,素色的单衣是非常单调的 像这件上衣呢,我们在手袖的部分 还有林子这一边呢,是加了那个木耳边设计的 黄色的话,看到比较明显哦 这个木耳边设计呢,我们穿的时候呢 它就呈现比较生动的感觉 不会那么的沉闷 然后呢,袖子这个部分呢 是非常可爱的一个泡泡袖 像我的手臂呢,本身是11寸半 是比较肉的 穿这个的时候呢,它这边有弹性带 然后这个弹性带部分呢,它也不会太过的紧 所以你就不担心很紧拉着你的袖口不好穿 示范呢,是拉起来袖子的穿法 如果你们不喜欢呢,喜欢小性感一些 你们也可以把它拉下来,当成一只领穿 然后你拉一只领穿的时候呢 像它这个松颈带的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它是很好的服贴着我们的身体的 就是完全都不会走光 如果你们是找着内衣想搭配这件上衣的话呢 可以询问我们的客服哦 我们的无间带内衣呢,也是很舒服穿的 内衣的面料呢,它是属于比较轻薄型的 然后它不属于很厚 但是它轻包到来呢,完全不会透的 你可以看到 我们穿成现在这样子呢,完全也见不到里面的肉肉 然后它这个布料呢,是有些特别哦 它是有点小皱褶的 它绝对是免烫的衣服来的这一件 这件上衣的领便跟衣角呢 我们是采用木耳边的设计 这样子能显得比较生动可爱哦 然后中间这个部分呢,它是抽绳设计来的 所以平时我们不拉的时候呢,它整个是平面的咯 然后如果我们看我们穿高腰的裤子的时候啊 你看你要拉到极高的,就自己这边调节那个松顶哦 像我现在穿着的是黑色的L 然后Peggy呢,它是穿着蓝色的M 然后呢,蓝色跟黄色的面料呢 它就相对起来会比较有弹性一点 黑色的话呢,它的会比较力挺 然后它的弹性呢,就没有这样多咯 我的胸围是37寸,腰围的话是30寸半 杜兰的话是36寸半 然后我现在穿L size的黑色呢 它整体是舒服了,然后稍微有一些松动了哦 因为我呢,就比较喜欢穿刚身一点 我的上身呢,现在是37寸 腰围是32寸 穿着的是M size来的 然后袖子的部分呢,在这边旁边呢 也是有木耳边的 我们穿的时候呢,还是蛮舒服的 因为这边都是有松紧带的 然后我们的肉肉的部分 它也是可以把我们修饰掉哦 我现在换上的是蓝色的M size 然后Peggy呢,换上的是黑色的L size 然后呢,我们抽绳设计呢 它就可以这样子比较有弧度一点 就比较显一个大V型哦 然后呢,旁边看呢 它也不会看到我们后面的脊肉 因为这个布料不会贴身的 然后呢,它斜了上来就看起来 那个线条会更漂亮一点 这件上衣呢,我们旁边呢 这边是有做的隐形拉链的 这样我们穿后的时候呢 还可以更加的方便哦 像我穿M size的时候呢 它这里呢,可以更显腰身 是比较fitting的 但是整体呢,都不会紧哦 因为它蓝色的部分呢 它下身这边呢,是有松紧带的 如果你们不喜欢穿太贴身 还想要松洞点呢 像我这样子换上L呢 其实它也蛮显腰身的 就只是它不会像刚才讲那么弯哦 但是也不会这样显得直直线 再换上的是黄色的L size哦 然后这个黄色呢,它是属于鲜黄色哦 穿起来呢,也是非常的显白 这个黄色呢,就显得比较甜美一些哦 然后呢,中间抽色这个部分呢 因为是浅色的关系 可以更明显的看到它的设计哦 那这款面料呢,它是非常的薄的 可是我们穿的时候呢,它一点都不会透哦 只不过因为这个是浅色的关系 我们会建议呢,里面你穿肉色的内衣呢 效果会更好哦 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面料啊 像我们刚才讲的,它是完全都不需要烫的 因为它本身呢,就是带有皱褶的 我们Find Label Sewer系列呢 主打价格清明 简约设计和轻盈面料 让更多宝贝呢,可以感受到呢 穿得漂亮呢,也不一定要需要很昂贵的衣服 上衣呢,是我们的Find Label Sewer系列上衣 然后呢,它一共有三个颜色 深蓝色,红色跟浅黄色 XML XL Double 跟Triple 如果你们是想要看更多细节图 或尺寸表,可以到我们的官网 如果你不确定尺寸的话呢 都可以到Findsok找我们的客服 接下来呢,你们会看到我们的衣服里面的Label呢 会常常会有变化 如果呢,你们有看到的话呢 比较喜欢哪一个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